大家好,这里是安德鲁 2021年5月的最后一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24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做了一个决定 中国人民可以生三个娃了 这是开恩吗? 以前在中国,但凡问及家庭情况经常是这样的 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男孩还是女孩啊? 因为那个年代一旦生了孩子就得有错事了 上环的上环,结扎的结扎 因此不可能问有几个孩子 似乎大家都挺习惯的 政府就像生一个从来没人想过夫妻有决定生育的权利 这就是人权之一,生殖权利 1968年联合国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学研指出 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实据的基本人权 那么也就是说,生殖权利包括三项权利 生不生,生多少和什么时候生 中国外交部呢,常提联合国 这可是联合国的法律 不过呢,我还是那句话,联合国还是关了我 因为呢,联合国是一个没有执行权的协会 净花会员国的会费了 在中国呀,似乎很忌讳别人谈及人权 在政府看来,现在的臣民已经宽松多了 要割古代,乱说话,割舌头,敢说皇上灭酒族 从臣民的角度来看,不就是不让说话吗? 那就不说呗,又不影响吃喝 不就是不让生孩子吗?那就不生呗,反正也不影响睡觉 现在放开三孩了,那就是圣上开恩 马上就是谢恩,感谢衙门 终于夫妻的睡觉可以有附加功能了 目前的配套措施还没有出来 会不会再次强制,还真说不好 当初呢,一胎政策刚开始的时候 有谁会想到超生会导致降职 甚至拆房子呢? 当时的计划生育是一票否计制 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乌纱帽不保的时候 保不起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 现在呢,会不会把夫妻俩关起来造小人 不生够三孩就不放出来 那还真说不定 疫情能把大门盯上 如果人口缺乏到一定程度 将人圈起来生孩子,不是不会发生 那都是为了国家好 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呢? 这就是王毅今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所说的 坚持人权的普遍性与各国实际相结合 关键是人权得同中国国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国臣民认为 这个呢,没有侵犯人权 因为呢,不认可的都圈起来了 剩下的都不说不认可了 我发现呢,中国啊 有一个特殊的认知逻辑 中国的人权与干涉中国内政一样 是不是内政不是你说了算 而是其他国家认为是你的内政 那才算你的内政 我们说没有侵犯人权 那就是没有侵犯人权 解决人口问题应该是政府的事情 你得想办法或者措施去合理的引导人们的生育 而不是强制或者限制 举个例子 你经营一个养猪场 规模呢,是100头 你一共买了10头种猪 交配后呢,够数了 就把种猪呢,就关起来了 如果想扩大规模 那就得让种猪呢,多做些时候 再不行,就引进一些母猪 规模要想再扩大 那就增加种猪 总之,控制好交配 也就是呢,生育数量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这是呢,慈养科学 控制人口可是另外一门科学 每个国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处理起来的方法各有不同 但不能违背一个基准点 这就是人权 人口控制啊,确实是一个技术 生多了吧,影响整体的生活水平 生少了吧,干活的人不够 生晚了吧,养老的人成了负担 生早了吧,教育又成了问题 而且这种影响还不是立马见效 有一定的延迟性 中国的生育控制 可以说都没踩对底儿 中国的建国初期 苏联呢,就是大哥 就是偶像 二战时期呢 苏联人口呢,流失严重 给予生育多的妇女的 以英雄母亲和光红母亲的荣誉称号 于是中国的英雄母亲呢 也背出 生育少于十个的 想得此殊荣门都没有 1952年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 马尔萨斯人口学说 就是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不辞 1953年11月 卫生部通知海关 禁止进口避孕药和避孕工具 本来这一时期 从内战到平稳 人们造人的欲望和机会 大大提高 同时呢 死亡率呢 下降 政府就是不鼓励 人口也会自然提高 想想看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业余活动 避孕方法呢 只有文化人才能掌握 还有一些节育啊 人工流产都遭到了限制 你鼓励那还了得 老百姓拿金的漆 鼓励中国人的造小人能力 超于想象 两至三年一下子就增加了一亿多人口 总和生育率高达了5.9 总和生育率呢 简称的生育率 也就是呢 反映父女一生当中生育子女的平均总数 中国的传统概念是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一直主导着中国早期的生育 朝地来地叛地逼逼皆是 不生儿子绝无罢休 三男两女呢 就是标配 有十个八个的孩子呢 不足为奇 要不是1953年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人口学家马英初提议做第一次人口普查 还不知道中国人口已经突破了6亿 毛泽东一看乐了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只要有了人 什么人间奇迹都给你造出来 马英初呢 还要继续理论 立马就让他闭了嘴 马英初浙江人 先后毕业于天津大学耶鲁大学 最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和哲学双博士学位 可谓中国人口学第一人 被人称为寄生教父 回国后备受蔡元培的重用 后来又成为李大钊的好友 马英初呢 娶了两房太太 一妻一妾 共育有三子五女 当然了 搞人口控制的 自己不一定非得控制人口 就如同搞杂交的袁隆平 也不一定天天吃杂交水稻一样 马英初当初呢 确实是一牛人 开过大脸的时候呢 就站在老毛的右边 马英初跟周恩来的关系也不错 1972年呢 这个确认了职肠癌 就是经周恩来批准 天津市反动学术权威 金显宅 帅医药小组呢 为马英初呢 做了直肠癌切除手术 手术之后 马英初下半身全部残缓 你想想看 一个教授医生远离医院多年 手术还能闲熟吗 他在手术台上想的全是患者吗 动手术时候 手会不会紧张的发抖呢 1979年9月 马英初呢 得到平反那是呢 那时候马英初已经97岁了 当初胡耀邦负责 看了马英初材料之后就有了著名的错批一人物增三亿之说 当年老毛要是肯听马英初一句话 中国今天的人口何止突破十亿大关啊 错批一个人增加好几亿 我们再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了 1958年发起了大跃进 直接造成了三年饥荒 数千人死于非命 紧接着就是1962年的婴儿潮 长话说温饱四阴玉 三年的饥荒 那时候确实没有能力造人了 一旦吃饱 尽头又回来了 这就是婴儿潮的缘由 以后的数年 人口呢 在无控制的情况下继续着 直到1969年 中国总人口突破了8亿 20年人口几乎翻了一番 这时候的毛泽东也有些见啥 确实低估了臣民造小孩的能力 据说毛对马尔萨斯有所研究 20年代还发表过几篇人口控制的文章 所以呢 没把马英初那放在眼里 当然马尔萨斯的18世纪那时候呢 还没有大众的避孕手段 现阶段的人呢 显然也不会按指数增加的这么快 也就是那俩生4个 4个生8个 8个生16个 食物呢 也不会像算术级数这么慢 12345 于是就把人口当做了贫穷落后的根源 这就是马尔萨斯主义 毛泽东就是要打破帝国主义的理论 虽然此时的老毛呢 没有完全服输 但是呢 还是吃惊不少 于是呢 1970年代 中国政府就开始了首次的计划生育 提出了一个不少 两个正好 三个多了的口号 生10个8个的年代 一去不复返了 后来呢 又加上了晚稀少 也就是呢 要求晚婚 一对夫妇呢 两次生育的间隔呢 在三年以上 生育呢 不超过两个孩子 到目前为止 还算理性 至少人们还可以掌控着自己造人的权利和自由 如果刚开始就按这节奏 估计到目前人口仍然14亿 但人口的结构就完全不一样 1976年老毛去世 小平掌控 马英出平反 此时 中国人口数量已经接近10亿 小平一上台 特别重视科学 马英出说 20多年前 中国人口并不多 现在太多了 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 现在看来 马老的意思是 现在开始人口控制 不如发展生产 仍然可以平衡人口的增加 中国的科学家与政府的关系常常是这样的 政府提出一个思路 科学家们呢 就帮助找理论依据 1979年 李先念就提出了 最好一个 最多俩 然后陈云就说呢 再强硬一些吧 明确规定 只准一个 一孩政策 就这样出炉了 就像陈云自己所说的 准备让人家骂段子绝孙 后人呢 确实照做了 比如说 2008年的四川大理认 数十万人就段子绝孙了 而且没有了补救措施 数十万的孤刮老人 也渐渐产生 陈云呢 只准一个 当初的人口学家宋建 立马就找到了理论根据 宋建呢 在1979年访问欧洲时候呢 看到了两本书 一本呢 叫做增长的极限 一本叫做呢 生存蓝图 在人口方面呢 是非常有影响力 同时给出了中国的理想人口 是七亿的论点 要完成这一理想 需要全民的独生子女政策 才能实现 后来呢 宋建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委员了 同时呢 还指出了人口红理之说 也就是说呢 继承财产整合到一个孩子身上 从而提高了人均GDP 这个人口红理 确实是一个红理 而不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潜力 也就是说 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呢 大于非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 从提倡一对夫妻 只生育一个孩子 也就是呢 只生一个好 到一胎上还 两胎绝育 完全从人口策略 向侵犯人权进行过渡 只生一个好 那是一种建议 甚至呢 可以说呢 是政策上的倾斜 比如补助啊 减免税收啊 等等 进一步说呢 多生缴纳一些社会抚养费等等 这都属于人口策略范畴 而一胎上还 两胎绝育 已经变成了一种强制 典型的剥夺人权 据统计 从1980年到2014年 85%的中国育龄妇女选择了7亿 也就是说呢 1.07亿的妇女选择了结扎 那这个属于呢 就绝育措施 还有呢 3.24亿妇女上了还 那么美国在2014年 共有5.6%的育龄妇女上了还 中国呢 则是85% 中国人呢 整治自己的方法 历来啊都有效 因为呢 太了解自己的臣民了 采取的措施呢 也会因地之谊 大城市那比较文明 那比较一些文明的招数 比如说 你要不上活 那就别想给孩子上户口 以后呢 就没法上学 没法就业 也就甭提成家了 那可谓呢 打蛇打在七寸上 形式上 那还是你自愿的 不不 我没有绑着你去上活 再有呢 就是降职 降级 罚款等等 小城市和农村呢 那就保披了 那五花八门 八房子 就捆起来进行结扎 那么就差呢 就把人散了 那国人呢 历来容易顺从 认为这个不合理的人数甚少 渐渐的那些被惩罚的民众呢 都被鄙视起来 比如说张艺谋 升了仨 被罚款700多万 大家呢 谈得兢兢乐道 从来没有人质疑 国家政策严重侵犯了联合国所规定的人的生殖权利 1982年 第三次人口普查 大陆人口突破了10亿 1991年5月 江泽民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将计划生育的残酷手段推上了顶峰 什么叫一票否决 就是无论你有什么政绩 只要有超生 就甭想升官 这招太狠了 所有官员打开了想象空间 目的就是不让你生出来 连一人超生 全村结扎这种事都能干出来 真是无语 经过了30年粗暴手段的一亿才智 确实有了成效 阻止了4亿人的出生 也就是说流产了整整一个美国 即使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大陆人口总数达13.4亿人 总生育率为1.18 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终于控制住了 厉害了我的国 我们使用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手段 解决了一道世界难题 人为的控制了人口 举过欢性的日子 英雄辈出 比如为多少人上了活 扇了多少人 扒了多少人房子 发了多少款 相互攀比 此时泼冷水的专家又出来了 如此低的生育率 后患无穷 以后的老龄化断代 人口有着极强的延后性 吃了数十年 计划生育甜头的官员们 让他们放弃谈何容易 有报道称 2011年中国寄生系统 总共收缴超生罚款 达200亿人民币 由于财务不公开透明 公众不知道这笔资金 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这才知道 要不那些寄生人员干劲十足 原来计划生育也是致富之路 官员们为了守住自己的钱包和地位 一直把守着最后的底线 施恩于民 首先是选择型二胎 什么双独二胎 单独二胎等 也就是说呢 夫妻俩都是独子 或者呢 一方是独子 那么可以获得恩赐 直到2015年总算 施恩于民 放开了二胎 这是恩赐啊 松懈了人们身上的绳索 深开始之后 迎合政府的专家就预测了中国未来的人口蓝图 甚至担心再次的婴儿潮子来临 估计还有相应的政策放到了官员们的桌子上 如果二胎太多可以适当的进行劫育措施 几年过去了 婴儿潮变成了渴望 真正的现实是人口出生率还在下降 虽然增加了一些恩惠政策 比如二胎补助等 但人们呢 还没有觉醒 或许已经习惯了一孩的生活环境吧 毕竟三十年呀 2020年人口普查理论上比往年呢 更加准确一些 毕竟大大减少了流动人口 人口普查的结果 最终推迟了一个月公布 按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 所说的就是人口普查工作 缓解多 设计面广 那意思就是说呢 要商量的部门太多 尤其是领导的意见 更应该得到重视才对 最终的结果呢 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是2020年人口出生没有下降 第二个2020年的人口死亡 却明显的下降 从2019年的一千万下降到了2020年的27万人 尽管还有疫情 但疫情阻止了死亡 这么没逻辑的东西怎么能编得出来呢 也不知道这位总统计师是否尚在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政治局的25位老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数据 就在2020年人口普查 数据对外公布的两周以后 也就是那5月31号 对外公布了重磅新闻 恩准臣民们可以生三娃了 本以为感恩之声不满大地 却不知迎来的是蛮网的嘲讽于鄙视 躺平一族应运而生 首先 仅仅两周就做出这么大的决策 几乎是不可能 如果人口问题不大 也不至于这么兴师容重 其次 也不知那些智囊是如何建议的 连两孩都不生哪来的三孩呢 要么就是统计局的数据有七上门下之嫌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约束臣民的绳索呢 不能没有 即使以后放开 也得说政府允许国民可以生十胎了 而不是你想生就生 就像中国人口学家所说的 目前的三孩政策不可能提高生育率 理想的人口政策应该是在自主生育的前提下 鼓励生育 也就是说呢 人们在有生育的权利下 政府的配套措施呢 才能起到作用 什么代孕啊 动卵啊 人工受精啊 试管婴儿啊 还有房价啊 幼儿啊 发钱啊 放假啊 等等 都是在人们拥有生育权利的前提下 才会有效 中国呢 使用了30年将生育率降低了 那么提高生育率需要多少年呢 谢谢观看 欢迎收藏点赞评论 打开小铃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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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